中国距禁绕台已经成为常态化 没想到就连民航机也新门踏户 中国东方航空MU505班机 29号傍晚以M503路径 从上海飞往香港 飞行途中疑似受到天后影响 转入内陆 但却在厦门转出至M503路径 期间还大喇喇穿越了金门上空 除非是当地的管制单位 许可你改变航道 或者是做一些什么雷雨区 特殊天后的避让 必须按照正常规范的航道的高度 跟方向 航向来飞行 不过中国像类似未经台湾许可 民航机的航线自顾自的飞行 其实并非第一次 2018年中国以航班快速全场为由 当时由中国东山线起飞的W121 还有福州市的W122 以及厦门市的W123等航线 完全贴近台湾海峡中线飞行 当时台湾提出强烈抗议 没想到却得到中国的已读不回 结果民航机和军机相比 没有直接性国防和航安威胁 但如此闯入我外岛领空 完全忽略我国领空治权 正常民航机因为它没有武装 它必须也要遵守这个规定 才不会造成会有相关的危险 或者是遭受军机拦截 中国军机频频越过海峡中线 如今连中国的民航机 都忽略了我领空治权 在两岸主权的角力当中 中国的步步行逼 给台湾的压力是越来越大 静新闻谢谢廉志豪 蔡华博文章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 静好新闻 一手掌握新闻